中国媳妇 他养成上一代的礼教平训 他肩负传续下一代的重任 他宽容醇厚 无怨无悔 纵是千金万代 难挑也得挑 回首来时路 纷扰沉沙兴露 媳妇啊媳妇 你的名字叫坚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台湾 您一个人的名字叫坚强 宽刘 你的名字叫坚强 你的名字叫坚强 日本海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她开的条件是 她要你娶她进门 这是她提出的要求 她是神经病 不要理她就是了嘛 我的眼 我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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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看不到了 我怎么看不到了呀 你醒来了 我现在在哪儿 我现在在哪儿啊 别紧张 别紧张 你前几天发生车祸被送到这里来了 你还记得吗 我 还记得吗 我这是怎么了 我这是怎么了 别紧张 你听我说 你的眼睛只是有一点点瘦创 如果好好治疗的话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 来 妈 怎么了 是不是今天晚上的菜不合您的胃口啊 要不要叫春兰帮您煮点粥啊 不用了 秋秦说得对 您想吃什么就让他们做吧 您这样不吃东西身体会弄坏的 我没事 你们慢慢吃 我去歇会儿 妈 妈 奶奶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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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妈 妈 来 去叫医生 妈 您坐 坐 看 医生 —— 孩子 他 你 是 整理 在何 这 你 你 你 请 走 我 找有 你看 我们 妈 我已经叫明月 帮您准备人参鸡汤了 不用了 你出去吧 她妹妹也发生过车祸 对啊 不过那位郭先生 对你真的很好 常常给你买补品 还有水果 你知道吗 你现在身边 全部都是鲜花 你闻闻 香不香 闻闻 还有水果 我现在终于懂得了 什么是为善不欲人知了 那 她有没有留下什么资料 她只肯说她姓郭 其余的都不肯讲 姓郭 我怎么不记得我有姓郭的朋友啊 她到底是谁呢 有没有 吃喝 你最近在忙些什么 还不一样 找些客户 看看有没有什么新货 可以进 我的意思是 就算你再忙 你总得关心一下妈妈的事吧 医生不是开西药给她吃了吗 你真的不知道 妈心里有什么事吗 我有什么办法呢 我的意思是 妈有点贫血 身体不太好 我们这些做晚辈的 是不是应该多关心她一些 你到底想说什么 只喝 你想说 李公怀了我的骨肉 妈现在很关心她 对不对 那我就告诉你吧 你跟妈说 你找了一个算命的 说她这一胎会生个女的 不就得了吗 那你的意思是 你要我去编一个故事 去骗妈 我到底要怎么样 把李公接回来 真的娶她过门 好好多为你自己想一想吧 我去陪爱专艾丽了 你咱们休息吧 west 有uno 我告诉你 你这是有地认 是 相机朕 微信 心灾 输 takiej 累死活了 干吗 我就不要 真正 肥犀 啦 好 如果 能zuge备 我是不会答应她 妈 好了 别说了 妈 丽红她怀孕了 我一直在想 别想了 该说的话 在翠娥嫂家 我都已经说过了 我知道妈是为了我 才不肯答应丽红的挑衅 可是我是您的媳妇 妈心里面想的 一直是江夏的后代 妈 您这么疼我 我还有什么事不能做的 秋秦 秋秦 妈 关于丽红的事 您就交给我来处理 别再扫心了 真是太难为你了 惨了惨了 惨了 蒋豪 都过去那么多天了 老夫人那边一点消息都没有 我看是没指望了 泽嫂嫂 我看你去向她走一趟 打探一下 还要我去江家 你不知道老夫人的个性 我认识她这么多年没用的 她认定的事不能改 如果丽红能够嫁进江家 不管你开出什么样的条件 我都答应你 那我要一栋房子 你给吗 别说是一栋 你想想看 江家有那么多钱 只要丽红能够生个男孩 我就是舅舅 你说你要的条件 我走不到吗 有城 我们到丽红那儿去 好 少夫人请 少夫人不得了了 不得了了 什么事啊 翠娥嫂 丽红在家一直哭 还一边打肚子 要把孩子打掉 把孩子打掉 怎么会这样呢 有城 我们赶快走 丽红 丽红 少夫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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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急 他在客厅等着呢 我跟你们讲啊 这回我是费了很多的力气 我骗他说 丽红要打掉孩子 所以他就急急忙忙赶来了 四元嫂 谢谢啊 谢谢你 不要这样 这讲谢谢哦 谢谢哦 你别忘了 你答应的 我怎么会忘呢 那就好 那就好 你赶快去啊 姐豪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 你怎么办啊 你怎么办啊 少夫人 快点 李红又在闹地儿打掉孩子了 少夫人 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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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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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冷静 冷静一点 你冷静一点 你冷静一点吗 李红 孩子是无辜的 你不要这样 你 你冷静一点 孩子掉了 我就不会被别人取笑了 有什么事情 大家可以坐下来 好好商量吗 老夫人 秦来 少奶奶回来了没有 少夫人还没有 您别担心了 医生说您可不能太激动的 我怎么能不担心呢 去去 快看看邵夫人回来了没有 去 我看这件事 秋行去跟丽宏谈 并不简单 生来生命都还不知道 又提出这种要求 我绝不能答应 绝不能答应 妈 秋行 回来了 秋行怎么样 妈 我自己做了一个主张 我拿了我私人的黄金 还有首饰送给丽宏 我开的条件是 如果她生女孩 这些礼就作为补偿 要是她生男孩 就要之后取她进门 那怎么行呢 万一她真的生个男孩 还真的娶她过门吗 妈 这事情不能一直将在那儿 要是丽宏她真的生个男孩 到时候她不一定会把孩子给我们 那该怎么办 我是考虑到这一点 才不得不做这个决定 丽宏怎么说 一开始她还在犹豫 后来是因为建豪 还有侧额扫劝她 她才妥协 秋行 你江家祖上 一定是积了阴的 才会有你这么一位 又贤惠 又失大体的媳妇 这件事要不是因为你懂事 不知道该怎么收场 妈 这一切我都处理好了 您就别再心烦 把心情放宽 申请要紧 少夫人 还有甚不合不合签 还有甚不合签 然后又看ute 我能不合签 会不合签 她的 是 一些 你 还有 秋晴这个媳妇还真好 她看我这两天 吃不下也睡不着 就主动的到丽红那儿去了 秋晴到丽红呢 他们都说好了 你去接丽红回来 如果丽红生个男孩呢 你就要娶他过吗 秋晴怎么会这样 我不相信 这也没办法 如果丽红真的生个男孩 江家的子孙流落在外 也不是个办法 丽红坚持这个条件 秋晴也只有答应他了 他答应了 是啊 有什么办法呢 质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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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怎么回事 竟然让我跟丽红结婚 这不可能的吗 妈她已经答应了 妈是妈 我是我 这事竟然没有经过我同意 就要我娶丽红 我跟你说 这是我不答应的 不可能 志和 你听我说 听你说什么吗 越来越不尊重我了 我告诉你 这是 道自打住 你们要接丽红 你们去接 简直是莫名其妙 志和 志和 我何尝想要这么做 是我的肚子不争气 妈为了后代 志和 你说我该怎么办 怎么办 不行 我绝对不答应 志和 你怎么可以对妈这样说话 那你们说话为什么 一再出尔反尔 妈 当初丽红还没有进来一切 您跟我说 我负责江家的后代 这是我的责任 我负责江家的祖先 现在 你那些 我负责 中国人 你跟 我负责 你 我负责 我负责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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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负责 好了 不管你愿不愿意 去把丽红给我接回来 妈 不要再说了 求情都已经谈妥了 这就谈妥了吗 没征求我的同意 这就谈妥 求情 我问你 你到底还尊不尊重 我这个丈夫 到底尊不尊重 你还怪邱琴 你知道我们江家 烧了多少好乡 才烧了这么个好媳妇 你以为 给丈夫纳妾 把自己心爱的男人 退给别人 这容易吗 这是普通人都做不到的 邱琴为我们江家 做了多少牺牲 受了多大委屈 你知不知道啊 你 你还算是个男子汉吗 您怎么说这样的话 您都知道 邱琴为我们江家 吃了多少苦头 我又一直希望邱琴在我们家 我可以让他快快乐乐地过日子 这是我的责任 您知道吗 妈 让江家有后 大家都快乐 妈 您跟邱琴为什么老实在 好了 别再说了 好 今儿个我索性把话挑明了跟你说 如果你不接令红回来 从今以后 你不要再来见我 我活在的时候 不准踏进我房门一步 死了之后 不许替我披麻戴孝 恭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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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红小姐 江家派人接你回去了 令红小姐 我们家老夫人让我来接您回去 接我回去啊 好了好了 太好了 我就知道江家的人很明理 这以后啊 可就太平了 令红小姐 请您准备一下 我们现在就走 就你接我回去啊 我接你回去啊 秋琴呢 在江家 那志和呢 在江家 那老夫人呢 这 也在江家 是 他们都在江家 好 他们在江家 你也回江家好了 我回江家 是 我是要带你回江家 这是老夫人交代的吧 我就不跟你回去 李红 你怎么了 我就不回去 他们分明就是欺负我 我说过 如果没有江志豪来接我 我就不回去 我不会答应 事情走到这个地步 如果就这样放弃 那岂不是勤困尽气 可是李红他 妈 说我讲一句 您听了不开心的话 我们将心比心 站在李红的立场 如果只是派友成去接他的话 他一定觉得脸上挂不住 何况志和已经答应他了 所以我觉得有必要 让志和去接一趟 你才会让我来 家人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妈 您别为我顾虑这么多了 为了江家 我什么都愿意做 你这孩子 真是让人疼 你这孩子 我 你这孩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夫人 她在花园等你呢 我们过去找她吧 好 你在想什么呢你 不忙忙 你就忙你的去 免得在这里 来一声叹气的好吗 喂 气死我了 这下江家又有热闹可求了 当时丽红走的时候 我就告诉过你 他会再回来的 现在他回来了 这不是很正常吗 我就是搞不懂 我们少夫人 是不是好得太过头了 没过 过了 没过 过了 没过 那你说 什么叫没过呢 简单一句话 少夫人为了江家的香火 他必须受这个委屈 我说了你又不懂 即使老夫人还是很疼少夫人的 要不然给少爷取个二姨态 不就得了吗 关键在于老夫人疼少夫人 所以才让少爷 借父生子的 借父生子 也不用找这种女的 让人看了 一点都不顺眼 不过 我倒觉得他表哥健行 人还蛮不错的 你呀 你小心看走了眼你 不会吧 妈 丽红她来看您呢 老夫人 我还是要跟您说声对不起 回来就好了 周琴啊 杨航里不是还有事吗 去忙吧 是的 妈 丽红 那你就帮我 多配配忙 嗯 那我先走吧 哦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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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 李鸿啊 我们江家也只是要个后代 能挑上你也是个缘分 我说的话你听得懂吗 老夫人说得对 还请老夫人 原谅李鸿她没见过世面 不懂得人情世故 让老夫人生气 真是对不起啊 李鸿 不是表哥多嘴 你也不想想看 老夫人 江家大大小小都对你那么好 你也该有点分寸 不要得寸进尺了 否则别说是江家 连我看了都不能原谅你 还好老夫人她 体谅你涉事未深 不跟你一般见识 还不会向老夫人陪不顺 老夫人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我不该太任性了 好 好了 知道错就行了 希望以后 不要再因为你 闹得我们江家鸡犬不女 不敢不敢 老夫人 您就大人不计小人过 我相信 李鸿有了这次教训 以后她绝对不敢了 你怎么会不得到 你正好 你会不得到 我相信你 那你必须是 我相信你 你不会有任何理由 你不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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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快 谢谢老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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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不是还要继续照顾她 如果我走了 那她怎么办 不行 我还是要继续照顾她 直到她完全康复为之 怎么啦 没什么 郭先生 你今天也不说话 是不是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啊 没什么事 我觉得 你的心情不好 是不是 最近因为你走来照顾我 一定影响到很多工作了吧 我现在已经很好了 也可以自己照顾自己了 而且 这儿还有护士 你就去忙你的吧 不要想这么多了 给 吃个苹果 我只是 想你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 我也许可以帮你分担一点 或者 有什么困难 我也可以帮你的忙啊 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 你可以帮我什么忙啊 郭先生 我 其实我的意思 是要你先把眼睛治好 你眼睛养好以后呢 就可以帮我忙了 对不对 对 我知道了 吃苹果吧 你 你 这个四游城 怎么到现在还不来啊 再不来 这饭菜都凉了 我去找他去 好 等我洗完车 马上就去吃 不行 你这样吃得太晚的话 胃会坏的 哎呀 你去吃饭吧 来来来 我来帮你洗 你对我这么好啊 对你好也不好啊 好好好 我去吃饭去啊 你吃过没有 吃过了 你吃过了 嗯 你吃过了 那我不是一个人吃啊 会很无聊的 无聊 啊 这两个人一起吃啊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咱们两个呢 东凉凉 西凉凉 那都有情调啊 情调啊 那要不要点几只蜡烛 弄一个什么烛光晚餐呢 也行啊 不过烛光晚餐 最好还是晚上吃比较好 你想的美啊 赶紧去吃饭吧 少爷还在等着你去洋行呢 哇 哇 刚才还那么温柔 现在一下子就变得这么凶啊 这女人真是啊 情时多云 遨遥阵雨啊 你再不走啊 我就让你下大雨了 我走 我走 这个明月 一下子对我好 一下子对我那么凶 哎 真搞不懂 对我呢 到底有没有那个意思 哇 要说对我不好 还留了这么多菜给我吃啊 还帮我洗车 哼 说对我没意思 那是骗人的 哼哼 少爷 我走了 我们走啊 吃过饭没有 吃过了 怎么了 对不起 少爷 去吧去吧 快去吧 等等 我等一下自己开车去洋行 记得待会儿去看一看医生 好 谢谢少爷 少爷 有诚他 他拉肚子 拉肚子 少爷 那你怎么去洋行呢 我自己开车去 少爷 我正好要去洋行 不如我拉你去吧 你拉我 是啊 我以前也拉过车的 以前坐过我车的客人 没有一个不说好的 不是我不相信你会拉车 这样不好意思 怎么会呢 少爷 请吧 少爷 您坐得还舒服吗 很好 很舒服 其实啊 我心里有一件事情 觉得很对您过意不去啊 过意不去 什么事情 就是为了传宗接代 您受了很多委屈 您的感受我很了解 不过您放心 我给力宏吃的这片 祖传秘方是很有效的 他这一胎啊 一定会生男的 这也是我能为您跟老夫人 尽得最大心力 让力宏赶快生个男孩子 完成你们的责任 然后带他离开江家 你是说 力宏生产之后 你会带他离开江家 是啊 力宏最近脾气不太好 不过现在呢 已经好很多了 请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等力宏生了男孩 我们就离开 您和少夫人呢 就可以恢复以前的生活了 说真的 少爷 我真的是很羡慕有钱人的生活啊 如果我也能跟您一样 该有多好啊 少爷 您说有一天 我会不会跟您一样有钱呢 你好 你进洋行之后 工作真的很满意 我相信有一天你会成功的 谢谢少爷开金口 我为洋行行李 有些应该的 你们这么照顾我 对我这么好 只是不过 怎么了 洋行生意那么好 您又常不在洋行 听说王总管有些应付不过来了 所以呢 想请个助理来帮他 不知道少爷 可不可以考虑我啊 少爷 您相信我 只要我能当总管度理 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 你说您想当王总管的助理 对啊 少爷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一定会好好表现他 待会儿我带你见一下王总管 谢谢少爷开金口了 再见 今天是我们的主意 我们的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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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意 我们的主意 明天就可以出院了 真的 是啊 谢谢你了 吴大夫 别客气 像你这样的病人 恢复这么快 还是少见 我想这跟你心情好有关系啊 吴大夫 你说对了 有一个人经常关心她 照顾她 也许啊 这就是主要原因 嗯 梁小姐 你出院以后呢 第三天 记得回来复诊 以后呢 每个星期 再回来复诊一次 等你的情形稳定以后呢 我们就准备 帮你动眼睛手术了 吴大夫 我 你放心 以你的情形来看 你眼睛手术 有百分之八十的几率 会成功 百分之八十 对啊 只要你继续保持 这段时间的好心情 我有相当的把握 可以让你重见光明 好 谢谢你 吴大夫 不客气 我还有个手术要去准备 我先走了 恭喜 恭喜啊 其实我最应该感谢的人 是你啊 护士小姐 谢谢你 谢什么 照顾病人是我们的天职 其实真正让你恢复这么快的 而且整天这么快乐的人 就是那位经常来看你的郭先生啊 好了 吃药时间该到了 记得吃药啊 我来拿 郭先生 你来了 告诉你个好消息 刚才医生跟我说 我明 我都听到了 我来了有一会儿了 医生和护士小姐都说 我能恢复得这么快 都是你的功劳 不是的 你恢复得这么快 是因为你听医生的话 不 他们说的没有错 我能恢复得这么快 多亏了你关心我 照顾我 这段时间 你那么关心我 还为我花了这么多钱 我真的不知道 该怎么感谢你才好 我 别说那么多了 áb不能说 你 Ils農閥到eted 你懂也会感觉 你尖漱啊 关心我 这个你的 habíanале 可不可以先告诉我 如果可以的话 那我们就趁等我家少爷的这个时间 把重点谈一下 我顺便把它给记下来 这样我们少爷一回来 他看到我记的东西 很快就可以知道你们的需要 马上就可以跟你们谈事情了 好好好 你的提议很好啊 事情是这样子的 前段时间呢 去巴黎看了几款香水 我想进口啊 继续说 这几款香水啊 对了制和啊 建豪在洋行里头做的怎么样 很能干 一个人顶三个人用 很多老板都称赞他 是吗 这没想到啊 当初 只是为了让他给力宏煎药 所以才在洋行里 给他安插一份工作 没想到 这么认真 也这么能干 是啊 妈 那我待会儿去看看力宏 你说的是建豪 你表哥 真是帮了我们江下不少忙 而且不只是帮生男孩的事 不只是生男孩的事 是啊 自从建豪做了王总管的助理后 各式各样的事 他都处理得很好 国戴洋行每个员工都向他看齐 而且比过去更认真 甚至连客户都在夸他 我们洋行能请到他 是我们的福气 少夫人 您别这么说 你们对我们都特别好 我表哥 当然会尽心做事了 所以我跟你说 现在老夫人至和还有我 决定给建豪加薪 给表哥加薪 是奖励他这段时间 付出的努力 谢谢少夫人 谢谢 您先稍坐一会儿 我给您七壶茶去 不用了 我还有事 我还要回去陪阿姨朱艾丽做功课呢 我得走了 那就不留你了 那我先走了 再见啊 李宏 李宏 家豪 你刚才听到没有 少夫人说要给你夹薪 夹薪真可笑 好 小康艾丽 最后的都会有 我去台的 李宗监 给你啊 已经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